Hello everyone,我是来自京东云GDOS研发团队王小飞 今天我将跟大家去分享京东云跨极群大规模应用的一些实践 OK,今天我将去围绕四个方面去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京东云 关于如何在大极群应用去进行管理实践的一些主题 首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关于容器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立场 京东是最早在中国进行容器化的企业之一 我们使用GDOS 1.0到2.0的时代 就去全面支撑整个京东的一些发展 之后我们去加入CNCF开去了京东的一些开源的一些之路 在2019年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先会去发布混合云的产品 包括京东的云建去对外去提供多云管理 多云调度的一些对特别运货的一些企业级的一些云服务 到近两年的时候我们通过联邦集群跟应用的一些结合 我们开始尝试在大规模集群的条件下 进行大规模应用的一些弹性控制 那整个过程我们经过了内部很多年的这种实践 我们去把这个弹性控制去做到 去减少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些 技术上的一些投入 并提升应用的整体的一些高口运用 包括多活的一些能力 那一切去围绕应用去做 那在内网的一些担心中 我们也会遇到很多这种空间 比如说像单机群它的爆炸规模过大的时候 会影响很多我们的一些应用的一些使用 那在单机群下 我们做整个应用的一些弹性的时候 一些跨机群迁移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我们再去对这种多机群的话 会提出很多的要求 包括多机群调度 包括多机群的一些弹性 包括我们对应用的一些多活 包括高可用的一些要求 那我们去如何去解决这些能力 我们整个的一个弹性系统 还是围绕 帮助用户去解决 整个应用在多机群下的一个 全自动弹性的一个控制 那这会给用户去带来多一类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决 包括它的一些在流量爆发的时候 对应用这些跨机群全自动伸缩的一些控制 那整个我们是如何去借助联邦技术去开展这个弹性控制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联邦 那我们再去了解联邦的时候 我们在刚开始对联邦机群做了很多这种一些要求 比如说它需要去对多云 对多云服务商的一些调度 跟一些开发的能力 那并且我们整个的一个联邦机群技术 我们是集成到我们京东云的一些这个云建的整个一个大产品平台上去 跟来提供这个商业化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整个的一个联邦机群基于Kamada做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选行 那Kamada也是我们整个一个大型弹性控制系统中的一个基础基石 毕竟我们对它做了一些深度开发 包括增强 我们把一些成熟的一些feature 一些bug fix去Commit to社区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弹性的中的一个架构 那从上面看我们有Scalar Policy Energy 包括Scalar OpenAPI 去做整个弹性控制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控制 那中间的是我们整个联邦的一些控制层的一些服务 包括我们的联邦服务的一些一些部署的服务 包括Kamada的Country Plan 包括我们的K-Service 或者Scalar Guard这些在联邦层工作的核心控制组件 那从下面我们是基于Kubernetes中 也有很多控制器 从联邦控制器移到去形成我们对整个弹性控制的一些 应用的一些弹性控制的一些整个的一个分发链 那我们我们的联邦服务的部署也是在我们做内部交互的过程中 包括我们对用户的一些一些这个部署中也是比较简单 我们就会简化了很多整个的一个部署过程 包括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Credit Class Meg API去能够快速的帮助用户去部署一套Kamada的这一套系统 然后能够帮助用户一键去纳管用户的一些子集群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联邦集群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主角 就是FITK-Service的Controller 那这个Controller是一个联邦级的一个Controller 它是跟联邦集群是工作在一个级别的这个一个控制系 那它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帮助用户在联邦集群去做调携 去做分发去做调度去做整个的一个容错 最终把这个我们的Credit的一些资源去同步到一个子集群中 它是一个一个Credit级别的一个在联邦层工作的一个控制器 那这个控制器是我们后边讲调音控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控制器 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生产中的一个实践中 我们对Kamada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增强 包括我们对我们使用了CustomerSource Interprester这种这个技术框架 去做了CRD资源的一个Source的一个汇总 包括我们支持精确控制在过去群中如何去 如何去Source Set这个77号的一个精确控制 包括我们去提升整体的一个代理查询的一个性能 最后包括我们去支持了联邦级的一个GPU的一个Scheduler 包括我们支持了这个EGOCPUEGO架构的一些调度 那整个的一个弹性控制 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跨地群的一个弹性控制 是我们是如何在联邦级群上去做弹性控制 这是一个我们在联邦级群中去做弹性控制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架构图 最左边的是我们做一个弹性控制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控制器 也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弹性控制生成的一个引擎 那还有我们的核码的一个API 就是Hover Open API 那核码的一个Open API主要是为我们在HeadCarrus FadeK-Series 这个Controller在去做调度的时候 它来去做整个的一个资源画像输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那个Open API的一个服务 那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在我们去把整个问题域是聚焦成三大块 是分别是联邦的问题域 包括我们对策略的问题域 包括我们最后到我们的Kubernetes子集群的一个控制域 整个一个过程中完成了我们对整个的一个台性中的一个控制 所以说我们整个架构图中核心提到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控制我们如何来去控制 包括这个控制分成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的联邦层如何控制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集群中如何去控制 那第二个就是分发 这个分发我们用了Kubernetes的原生的分发的能力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分发的一个过程 核心方面还是分为两方面 就是Federation级别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在Kubernetes class中我们是做了一些事情 那联邦层主要是完成我们对策略的计算 我们对策略的分发 然后在整个联邦层图目到指引中 我们包括对在指引中的一些排行的一些控制的一些执行 包括我们对炮的一些 整个炮的生命周期的一些管理 包括对异常炮的一些GC的一些回收 这个为我们在最后我们会着重去提到一点 就是我们在应用加速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去回收就是我们的一些异常的一些炮的 那我们是在什么场景下去 要去用这些大规模的一些弹性技术 首先我们在去极群规模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的极群节点需要一场下限 我们节点整个极群的一些老极群的一些下限的场景 那基于弹性的一些弹性指标的一些扩收容 我们是也需要用到整个这个全自动的一个弹性扩收容 包括我们的低规格一些容器里的一些技术 我们都需要去用这个整个的一些就全程的一些弹性副率 来去做这些场景的应用 那复杂的场景可能是面临更复杂的问题去解决 所以说我们去明确定义了两种场景 一种是autoscaling 一种是menu 这两种场景 那autoscaling它的职责就是我负责在所有的极群中 包括联邦包括Kubernetes去做这个弹性控制分发 那在menu这种场景中 它只负责应用的一些变更 它只负责这个一些第一次 比如说我们在去第一次上线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应用做一些image啊 configurations啊 包括有rms这种配的一些变更 那在台性控制下 不允许做这样的一些变更 所以说我们在去场景上很好的去明确了两种场景 但是这两种场景存在一些冲突的情况 那我们使用了三种模式去解决这个冲突的情况 是menu auto包括num 那menu跟auto是比较好理解 就是一种是人工的场景 那我允许用户去做配置变更 然后去做下发 然后auto的情况是说 我不允许用户去做变更 我有我的弹性控制器 从联邦层一直到foodanalyst的这个层面 我有弹性控制器全面来去控制 只需要告诉我用户的一些策略就好 那那那这种场景是比较特殊 我们在设计中是考虑到我们 因为我们的场景是比较复杂 并且在Q1的效率上是比较频繁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 类似于中间态的一个场景 我们一个字段叫Nan 目的就是为了隔离一些异常的一些场景 去提升整个的一个切换效率 包括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弹性控制下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弹性的一个执行那个效率 这个是我们整个一个弹性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过程中 包括我第一次部署 我们是需要去在menu模式下去做这个控制 包括我们在最后去去到全自动弹性的时候 我们去告诉我的弹性 全自动弹性那些策略 包括它的如何去部署 最后到直径之中去整个的 去完成整个的一个POD的一个执行 为外表去提供一些应用级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在去整个弹性过程中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弹性它的执行效率是比较高 而对应用来说我们需要应用有足够的速度需要启动 那就对一些敏感的一些业务来说 它来讲它对启动时间是非常去敏感 它尽可能的去要求应用 尽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去启动出来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加法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用了比如说秒级监控 然后我们用了六寸快照 我们用了这个低规格容器热杯的这种技术来去 满足我们整个的一个容器启动速度 最终我们把容器的启动速度可以做到分钟底的一个启动 这个是我们整个一个低规格热杯的一个技术去 它的一个应用成一个场景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低规格一些技术 那可能在我们的一个大的技术背景下 我们常常需要在电商大处前 我们需要去启动大量的资源去做这种全电路压策 那过后呢大缩之后呢 我们又需要去把这些规格去压缩下来 但是用户呢又不需要去完全把服务去停止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用户的一些优质的一些计算资源 去切换到一些比较低规格的一些资源 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占用 这样会也会对用户带来一些好处 就是会减少用户的一些计算成本的一些支出 那我们再去整个的一个弹性控制中 我们绕不开两个话题 就是我们的多核 包括我们的应用多核 包括我们的跨机群通信是如何保障 我们依赖了京东的一个开源项目 叫JoyLive去做的整个的一个联邦机群 包括弹性控制中的一个基层 那JoyLive是一个面向自解码 跟面向这个流量自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多核的一个框架 那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是已经开源 目前在整个JoyLive已经在京东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应用 并且是生产级的一个应用 这是我们关于对整个快进行通信 包括快进行服务发现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框架设计 那这个项目目前我们是在内部正在去筹备去开源这个项目 目前我们也是在去做生产级的这种大规模的一些验证 欢迎大家去后续关注这些项目的一些 这个项目的一个开源的一些情况 那最终我们还是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京东 在大规模弹性控制上的一个落地 我们在整个的因为我们在用了大概是 两到三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这么短的时间内 先后支持了京东很多比较典型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车碗的红帽的一些 一些抢红帽的一些活动 那这样的它的并发的数量是比较高 包括京东的标吧 包括京东双11的这个电厂大触 这个业务的交易量可以在亿万级人民币 这个量级的应用在左右 然后目前这个弹性控制 在联邦下的一个弹性控制 是我们整个上云 包括应用上云 包括应用的一些部署的一些 一些这个主要的手段之一 那目前我们整个这个弹性规模 目前在生产级可以落地的有20万盒以上 目前这个数量 其实到目前还在持续的不停在增长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京东运 关于快速群大规模应用管理的一些实践 我们可以在线下去做更多的 关于技术的一些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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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